這次陳水扁保外就醫期限是一個月 能不能夠再延長得看陳水扁的身體狀況來決定 但是外界呢卻已經有人猜測說 陳水扁可能因此一去不回 不過立法院長王金平認為 應該要尊重醫療專業 綠營立委則認為 一切都是按照規定來 外界不應該有太多的聯想 總統馬英九微笑沒有回應 保外就醫一個月會不會變成無限展言 院長王金平話說得很保守 這樣出去是對社會的和解 有相當的一個作用出來 到高雄來也是我們的同鄉了 所以不排出去探望 對對對 有機會去探望他一下 總統到底將來把外就醫以後 要不要再回去我想尊重專業 有那個醫療團隊自己去做負責 那我們不要太多了 尊重醫療專業要大家不要想太多 畢竟阿扁出獄被外界認為是藍綠和解最好時機 不過依照現行規定一個月的期限 阿扁勢必無法在家過年 展言與否怎麼認定 綠營立委很有意見 我們應該了解說他到底已經脫離這個危險了沒 才是他回歸的時間而不是你先預定說他就是一個月 所以其實我們都想太多了 好像說阿扁保外就醫之後就不會再回去了 我相信馬英九政府絕對不會讓阿扁總統這麼好過啦 我們並沒有違反台灣的任何法律我要再強調的 我們是站在人權人道的關懷上要求把阿扁放出來 強調一切都有照規定來 身體狀況才應該是第一考量 阿扁出獄之後會不會回不去了 外界還有很多疑慮 看來相關的政治效應正在慢慢發酵